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来讲Coso Coso呢是一个AI的编程工具 做自己的工程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 而且现在是免费的 它介入了很多大模型 包括ChadGPT啊 Cloud等等这些 来帮它去做编程架构 这段时间拿Coso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我把我的导航站美化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种黑金色 整个的就是层次有点不一样了 跟以前这是一个改变 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我把我的科技Line的脚本 做了一个品牌展示页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状态下 直接复制命令 到你的SSH终端里头 就可以去使用这个脚本了 图片是支持放大缩小的 这边的这个效果 也是让Coso来帮我们设计的 我说数字放大一点 数字用一个蓝颜色 其余的字就稍微小一点 大概这样的一个自然语言 它就能给你做出这种效果 有了这样的一个页面啊 我只要告诉你科技Line.sh 这个网页你打开 你就能去得到这个脚本 脚本的一个主体的一个介绍 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在这个脚本里能够呈现 包括这个脚本的一个简单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脚本的一些特色功能的截图 这些都能点开详细的去查看 视频的一个教程我也放到这儿 这边是直接连成B站的 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学习起来 脚本是支持这么多系统的 大家可以啊 应用什么系统其实大部分的Linux发行版 科技Line的这个脚本呢都是支持的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脚本的功能 大家的一个评论和留言啊 深受用户喜爱的一些留言 我都放这了 煮糙的我给断章取义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链接的按钮 整体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介绍 这是Narcoso做的一个产品业 第三个项目呢是什么 第三个项目是一个Panel 科技Line的自己的设想的一个Panel 而且是有前端的相对完整的一些界面功能 就是没有接真实数据 因为能力有限 Cursor的能力也有限 暂时就没有加入 这边呢是能看到你Linux主机的一些信息 基础信息 还有CPU 内存 硬盘 还有网络 你也可以对应的 比方说主机名进行一个调整 系统更新一下啊 才会做一个假的一个动画 有可能我会去做完整的一套体验 因为现在能力没有达到 你可以去设置 虚拟内存的大小啊 这样的你可以点击设置 也会有对应的反馈啊 这些都是假的 这块内存呢 你可以去清理内存啊 你可以看到缓存占了多少 缓存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有效提升你的服务的运行速度的 这边分区 未来可能挂载新硬盘分区 这些有可能也会做 包括你可以去调整DNS 然后你可以去调整你的时区 都做的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非常超前的设计 超前的设计在哪里呢 就别的面板都是一成不变的 而我们的面板 一好看又实用 包括我们的当前的服务器的一些进程 你可以去刷新 看你当前哪些服务占用 系统资源最多 下面呢就是很多快捷的功能 这些我还没统整 只是把我脚本里的一些功能 全部让AI说啊 你帮我看着往这个更多工具里头塞 未来的话可能会统整 有点像IDC的那个控制面板 什么重启啊 这种功能 还有重装系统这种功能 我们的这个想法非常有意思 包括我们很多Linux面板 它不支持的什么用户管理 这些你都可以在这个面板里头去操作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操作 好未来 还有防火墙啊 安全组啊 这些 讲得很好啊 实现起来是有难度的 Docker的话 它会优先展示 我们有多少个容器 多少镜像 网络卷的数量都会展示 优先展示我们的容器的一个运行状态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镜像的网络的数据券的详细信息 只是简单的 未来可能有创建券 删除券 挂载券等等这样的网络这块可能有一个加入网络 网络的各项IP等等这些都会有 然后这块可以直接升级我们的Docker 这边的网站部署也是非常强的 如果你这边没有网站的话 我现在的设想呢 直接跳到这个页面 就先直接部署 部署好以后呢 这边就出现你的网站了 可能还会有一个备注 标记你 当前这个网站是什么网站啊 你可以自己编辑 网站的环境的一个版本号 你也可以去点击升级数据库的一个管理 还有你的WAF的一个管理 拦截日志 还有你可以去开关之类的 这些可能都会优化 这只是临时的装个样子 包括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一键傻瓜式的去调整你的网站的运行模式 比方说你是高配置的主机 那你可能就直接使用高性能这样的去使用 这边呢就是备份相关的 虽然是一银 但是我们一银的还有有模有样 这个应用市场也是可以去分类搜索啊 这些包括我们系统级的WGET啊 这些提出组件也会放到这边 这个就是面板的一些设置 那你可以去设置面板名称端口 用户名密码 就是登录面板的 深色模式 还有面板可以升级等等这些 只是大概的铺了一下我的功能点 啊这可以称之为一个大纲一样的东西 一个demo站一样的东西啊多少能看到一点内容 这是第三个项目 我是拿coso去 去自然语言去生成的 然后我做了一个一键下载的油喉脚本 我不光做这些本质项目 还业余的一些项目我也做啊 你把油喉打开 这个是chrome还有edge都可以用的油喉脚本 它可以里面去集成一些便捷的功能 那我们打开以后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点开看当前它启用了哪个油喉脚本中的某个插件 这边有个一键下载大图 那这边会多一个按钮 你点击它就会告诉你有多少个大图 它会自动帮你去下载 非常爽啊 这些图片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了 非常神奇的一个功能 哪些图片站需要这样的功能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啊 这个是我觉得我有刚需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功能 OK这个是大图功能 还有我们这个网页文本转语音的这个功能也很强啊 让它去给我念 好吧 我把这个块儿框下来 你可以不框 它也可以去帮你念 然后直接这边点击选中 之家12月15日消息 进入破产程序的柔宇显示公司 自拍卖于12月14日10点开始 今日12月15日10点结束 所以很有意思的两个优厚脚本 未来的话还会去挖掘 是一个剪切板 你可以去剪切一些内容 它是存在本地的 它不是说会同步到网络 同步到服务器上 它全部都在你浏览器进行一个存储 所以就方便你去调用 它同样也是支持图片的分处 比方说我看到这张图片还不错 我把它复制一下 回到我们这边直接粘贴 直接就帮你保存了 然后未来的话 你想去把它下载下来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它就下载下来了 这是做的一个小功能 未来的话 我想做一个网页工具箱 就把这个在线剪切板放进去 包括文件你也是可以拖上来的 文件同样 你以后想下载了 也可以去下载 文本 文本就不用说了 你比方说 这篇文章我还是挺喜欢的 OK 那我把这块全部复制一下 它就帮你把文本全部提取出来 就这样的 然后点保存 它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格式 然后它是按周期的 你什么时候存的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去把它删掉 它这个窗口非常好 你看这边后面的高丝模糊 也是非常帅气的 然后它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按时间线来放 包括这些文件 你都可以拖进去留作记录 点击保存 它就给你用卡片的形式 把这三个文件全部 给你统整到这边来了 这样的 它会识别链接的 你点击一下 它就可以去搞了 这边有一个全部清除的 一个功能按钮 它这边就是我关掉以后 我再进入的时候 它依然会保存这些数据 只保存在你本机 不会说有什么隐私泄漏的 一些问题 会这么去考虑 好 这是我这段时间用它来做的 那怎么去使用它呢 你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我们先拿Windows来做例子 Mac这些应该都是相通的 下载好以后呢 你直接点击这个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进行安装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这个是我已经运行的一个状态 我教大家怎么去用 首先你创建一个工作目录 随便创建一个 比方说我的项目叫小游戏 在线小游戏 这样的一个目录 你把这个目录直接拖到你刚装好的这个cursor里头 这时候呢 它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那我们就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呢 你们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英文 小游号 搜language 设置语言 因为我是中文的 然后你可以切换到中文 这是Win11 Win10的话 一般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之前在公司Win10的话 你得要在这边有一个商店 对 你就可以搜到简体中文的一个安装 就可以点击安装就行了 如果你是Win11的话 你就不用调了 如果你是Win10的话 你要把Campus这块打开 这块有个查看 选择外观 向右移动左侧栏 我一般喜欢这样搞 它就移到右边来了 左边呢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 就可以看到我们Campus 不用在这个cat 要在Campus这边 因为它可以帮你自动生成文件 OK 那现在有了这样的 那我就可以让它做一个冒险类的游戏 随机障碍物BOSS在关底底部 简单的去这样的给它表述一下 让它去给我们生成 不知道怎么玩啊 我这边就直接让它硬帮我生成了 这边呢 它生成的过间隙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目录结构呢 它就帮我们已经创建了 泥草的一个大缸 下面的时间点 如果你想回溯到某个版本 你可以去巨匠的去操作 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保存一下 点这个蓝色按钮 我们点进去 看看怎么操作 进入呢 它就让我们选职业 这个好搓啊 好家伙 全是方块 啊 这个是我 可以看到吗 这边是我 它拿方块代替的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好搓啊 我说好看点 结果为什么打不死 有bug 跳跃 为什么不跟随我的镜头 能玩的 我们继续跟他聊 你这个 攻击怪物 不会死 然后这是bug1 显示 雪亮 怪物 显示 雪亮 这个就有点像提需求一样了 镜 头 不跟随 角色 向右侧 移动 好 这些问题让他先修 然后他又再帮我们冲写 这个小游戏 抛开他的界面的那个样式 我们先把一些基础功能 先给他做出来 因为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资源的 要美术资源的 你光靠程序去生成 那只能生成一些方块了 这个有点为难他 好点击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个环节出的问题 好了 打磨产品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们刚才演示的那个游戏呢 最终夭折了 是因为我找不到 他的具体的问题 回头的话 有时间断的 再跟他沟通去使用 你可以在这边 还可以去切换一下 他使用的大元模型 默认的话是Cloud3.5 这对于大家日常使用来说 是最优解的一个方案 我一般会采用这种默认的方案 去提需求 做出产品来 今天只讲的是一个 反复跟Curso 对话交流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了 最终的那个产品呢 我已经有这么多产品了 都跟大家演示了 找出你自己有趣的项目 来进行制作 当然会遇到一些智障的情况 这也是AI在不断发展的 必经之路 我们能做成什么样 就先做成什么样 不断的打磨 再慢慢完善 你可能一开始很丑 一开始功能有很多bug 都跟它交流去修复 你跟程序员也是这样的交流去 补复去制作的 那你就把你的需求文档写得更加详细一点 让他们再去制作 那其实这个流程是类似的 当然人和机器呢 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主要跟大家分享了 我用Coso做的一些项目 并且跟大家展示了 我们如何去使用Coso 反复的跟它沟通 定制需求 来把我们的项目做出来 欢迎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来有更多好玩的 AI的工具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 拜拜